6月13日消息,据香港媒体报道, 第25届华顶奖颁奖典礼12日在澳门举行, 电影《无双成为大赢家》, 郭富城凭该片, 击败何眼的周润发, 夺得最佳男主绝奖。 无双为郭富城带来第二个影帝殊荣, 他开心地说, 每个颁奖里我的心态都一样平常心, 得奖是锦上添花,也是鼓励, 最重要的拍好每部电影。 华顶奖各项奖都由评审与内地观众投票选出, 得到观众支持是很大的强行征, 他自言多年以来一直以剧本为先, 尽量不重复演过的角色, 最重要的是剧本和角色打动他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